小树蛙和狐狸猫、麦麦一起去小巨蛋溜冰 在溜冰场中,麦麦被狐狸猫以固定大小的力量从背后持续推着前进 在狐狸猫推麦麦的过程中,小树蛙用测速枪记录麦麦的速度 小树蛙在计时和测速度时,突然想起科学节目中讲到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是否跟狐狸猫推麦麦的动作有关系呢? 好奇的小树蛙找了狐狸猫一起讨论,狐狸猫推麦麦的失力是多少? 小树蛙和狐狸猫决定先不考虑冰面摩擦力 麦麦一开始速度为每秒零公尺,第五秒时的速度为每秒五公尺 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当我们对物体失力时 物体会沿着失力方向做加速度运动 我们可以用F等于MA公式来计算 也就是失力会等于物体的质量乘以产生的加速度 也就是,只要知道物体的质量和产生的加速度 就能计算出狐狸猫推麦麦的失力大小 于是小树蛙赶忙跑去问麦麦 得知麦麦加上溜冰鞋的总值量是6公斤 接下来,只要再计算出加速度,就能得出答案了 那要怎么算出加速度呢? 狐狸猫在一旁提醒小树蛙 加速度等于速度变化量除以精力的时间 聪明的小树蛙一听就懂,开始计算加速度 一只狐狸猫推麦麦到第5秒时才放开 代表麦麦在这5秒受到狐狸猫的失力而前进 精力的时间为5秒 而麦麦在第0秒时速度为每秒0公尺 在第5秒时速度为每秒5公尺 所以速度变化量是每秒5公尺 套入公式后,就可以算出加速度等于每秒平方1公尺 再根据F等于MA的公式 就可以算出狐狸猫推麦麦的失力大小F为6牛顿 小树蛙进一步将刚刚的例子整理成VT图 纵轴为速度,横轴为时间 可以将得知的数值位置为图上的斜值线 计算后发现加速度大小 皆为每秒平方1公尺 表示麦麦在0至5秒间是做等加速度运动 好学的小树蛙想要测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弄懂了 所以又马上掏出手机查了一个例子 小树蛙先计算出马车的加速度为每秒平方2公尺 接着就可以用F等于MA计算出小马的拉力等于100牛顿 这时小树蛙突然想到 如果狐狸猫以固定的失力推同样穿着溜冰鞋的自己 产生的加速度会是多少? 会跟推麦麦时产生的加速度相同吗? 一只狐狸猫失了6牛顿的力 而小树蛙加溜冰鞋的总值量是3公斤 套入F等于MA公式后 失力6牛顿等于质量3公斤 乘以产生的加速度 得出加速度为每秒平方2公尺 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前面的例子 一只麦麦加上溜冰鞋的总值量 再用麦麦的速度变化量计算出加速度 就可以得出狐狸猫失多少力推麦麦 如果狐狸猫以固定的失力推小树蛙 则会因为小树蛙加上溜冰鞋的总值量比较小 而产生比较大的加速度 看到这里 你是否也跟小树蛙一样 已经知道要如何运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F等于MA公式了呢 让我们一起来动脑想一想 根据F等于MA 在失力相同的情况下 物体的质量越小 加速度会越大 以致两人失力相同 在直出保龄球瞬间 因为小树蛙的保龄球质量较小 产生的加速度会比较大 因此 小树蛙的保龄球 滚向球瓶的速度也会比较大 所以小树蛙直出的球 会比狐狸猫的球 先碰到最前面的球瓶 你答对了吗 就 nucleus 这边 punto 就让你変化Ops 辅 Lord 你 прош身材多的人 再有一点 不是